眼前看到这位西装笔挺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 曾经是北韩驻古巴大使馆参事李依奎 现年52岁的他分别在1999年和2019年 两度被派往古巴担任参事 他也是北韩外务省最具代表性的古巴专家 过去甚至曾经获得竞争办法勋章 然而他在去年11月决定带着七小巷南韩投诚 成为继2016年前北韩驻英公使泰永浩脱北后 职务级别最高的脱北外交官 李依奎在这个月14号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他选择脱北的主因是北韩外务省聚集很多全市家庭 他出生基层上级层因为他缴不出贿赂就给予他刻薄评价 去年在古巴幼因颈椎伤势提出前往墨西哥治疗的请求被拒绝后 因此决定在叛逃前六小时买了机票 并带着一家人投诚南韩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